第十六届韩国语能力考试初级阶段部分的内容 这个一句是阅读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这个什么呢 第31题到第43题我把它画成第一部分了 这个一句的第一部分 那么我们会有第二部分 那么在下一刻我会给大家作为一个讲解 那么也非常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韩国留学通网 我们这个网站是非常简单 www.留学career.com 那么在里面有我们的这个模拟考试题 大家可以去试着做一下 看自己能做多少分 你非常对大家会有很大帮助的 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讲这个初级阶段 一句的第一部分的第31题 我们看一下第31题到第33题是什么呢 那么读这个一个词语 然后看哪一个是跟这个词语有关系的选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呢 平稳 大家能看到吗 是不是有点字有点小呢 平稳 平稳是什么呀 医院的意思 那么哪一个是医院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呢 出优所 出优 出优 出优所 出优所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了 加油站的意思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平稳 应该选第二个 很简单 平稳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比演技 比演技 哪有比演技呢 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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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空航是什么意思 空港的意思 就是飞机场的意思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食堂 对吧 这个餐厅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说平稳呢 应该是选择第二个 非常的简单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三十二题 是什么呢 出优可能国 出优可能国 这个国是什么意思 是地方的意思 出优可能国 是进去的意思 进去的地方 就是进入口 我们看哪一个 是说明它的呢 第一个呢 여기에서 위로 갈 수 있습니다 위是什么 위上边 那么从这里呢 我们可以去上边 여기에서 위로 갈 수 있습니다 여기에서 안으로 갈 수 있습니다 안 里面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 出优可能国 进去的地方 那么也就是什么呢 进去里面的地方 所以呢 안으로 갈 수 있습니다 所以应该选择第二个 我们看这个 路和 위로 是什么意思 表示方向 那么 是什么意思 对 是什么意思 我会问的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把你带过去的地方